仪玉早年从卢老爷子那里得了一小香的真迹自贴 有王羲之的传作 有魏夫人的私信 却是连中瑶的一篇魔本都没有 知晓今晚有建计纸表要卖 他当下脑子就空了 只留了一个念头 一定要拿到手 殿下 仪玉捉住李太医袖 冲着他眨巴眼睛 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倒也不是一月有心要吃大货 可他存那点钱 当真是吃不下这份中油真迹 李太剑他兴奋地红了脸 两只眼睛发光赠亮 要过册子看了一眼 这建计纸表的底价标的是一千两 估价为两万 名列今晚倒数第二件卖品 想要 想要 他毫不犹豫地点头 正要将这宝物价值 再与他详说一番 劝动他买下 李太却已经换了阿生进来 你恢复一趟 这五万两钱来 阿生仅是迟疑了一下 便硬挪退了出去 快步离开 一月知道李太这是答应了 估价两万 五万两怎么也能将其拿下了 这钱虽花得太厉害 可绝对物有所值 要知道这种宝物的身价 向来只增不减呢 摇了摇李太的手臂 黑黑傻笑了两声 仿佛已将那建计纸表拿在手上 他兴奋地连灌了三杯茶 赞口不绝的同理太 细数着中摇的书体笔法 又拿手指沾了水 在桌面上写写画画 通他道 买回来我先磨上一阵子 到时候挑两份最好的 一份放到你文学馆去 一份放到墨营 供人赏月 若是有慧根的学生 能因此在书法上精进 也算是一桩妙事了 李太被他说动了心思 临时起念道 大叔楼中藏书甚多 然还没有自贴专利之处 不妨寻个时候 手是一间出来 收录各家明帖模本 工人学习月览 有名的书法家 多是避肘自珍 像样的书法模本 不是学生买不起 就是有钱买不到 想要在书法上 有所敬意的文人 无不是吃尽了苦头 不舍吃穿 存上几个月的银钱 去买一本好帖学习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但不管是国子监 还是文学馆 都从没有过解决的想法 一欲一拍巴掌 十分赞同 好啊 那就等年过了 这些年 我也收集了不少好东西呢 模本也存了很多 我拿一部分出来 再登门 去请几位大家捐奏 收拾一间字馆出来 并不难 不如这件事就交给我操吃了 小时候 兄妹两个读书极难 卢志常年要早起 跑到十几里外的思学旁听 遭人耻笑 他写字之初 用的纸张 都是卢志用过的废纸背面 经历过这样的困境 能让文人逆学 是一遇十分乐见的 尽管预料到此事的辛苦 他却满是干劲 李太想了想 此事交给他做 再合适不过 也好 这下 夫妻两个各有怨长 心情大好 这边凑在一起 商讨起来自管的布置 外面的人看不清 这沙漠里头 有注意李太这边动静的 也只能隐约地听到 嗡嗡的细语 不知在说什么 就在李太和一遇的讨论中 静卖开始了 上来头一件小玩意儿 便卖了小三百两的高价 两人看了大半场的热闹 拍到那陆荣丹时 一遇还同李太感慨道 这药方上的白鹤草 难寻难养 这天价的药丸 怕他们卖不了几日 话刚说完 便有人来通病 账目外头 公身立了一名 楼子里的管事 正是前头 给夫妻俩引路的那个 我家楼主 有请魏王妃 上二楼一去 还请魏王妃赏脸 一遇皱眉 再过几件 便轮到建计纸表 心下不愿离场 可一想起卢志 同着楚老板 说不清的关系 略一沉吟 扭头询问李太 殿下 就去看看吧 李太带他拿了主意 打那回一遇在马场受伤 楚不留派人到魏王府 去讨药方 两个人此后就再没见过 时隔半年再见 面对亲切如故的楚老板 一遇即便是有疏离 也很难表现出来 两人寒暄了几句 一遇便直接道 楚老板有话不妨直说 我今日是同王爷一到来的 离开久了不妥 同李太成亲前 还能顺势叫他一声 楚姐姐 但现在就是他敢叫 楚不留也不一定敢硬了 客套些对谁都好 楚不留不动声色地 将还没伸出去 拉他的手又收了回来 笑道 我是有件买卖要同王妃谈 既然王妃赶时间 那我就长话短说 据悉 魏王府下的文学馆 每个月都有药力发给学生 当中一家叫做明目水的 听说笑过齐家 想来必是王妃手笔 一遇并没想过要隐瞒此事 于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的确是我你的方子 派人给做的 既是您的方子 那便好说了 我这买卖 谈的便是这明目的药水 敢问王妃 这药水的方子 您多少钱可卖呀 一遇想也不想 直接摇头 不用说了 这方子我不卖 他可没忘记李太的警告 李世民正在等着 救他的小辫子 平阳那边给药 他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明目水的原型 得自摇晃 几种类似蒸馏的制药手法 都是出自洪庄 奎兴楼是皇帝的手下 难保不被看穿 他不敢冒险 为赚点小钱 因小失大 楚不留皱眉 似是没料到 连那陆荣丹的方子 他都能卖 这价值远远不如的药水 他却不肯松口 只好退而求其次 要求收购成药 一遇却依然不答应 见楚不留面露疑色 也不同他解释 并不是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要拿出来卖钱 在他看来 现在这样挺好 只有他们文学馆有的东西 外面卖都没得卖 既能叫管理的学生 多余份归属感 又能帮他和李太稳固人心 这可是钱买不来的东西 话不投机 楚不留劝几句 便没再勉强 一遇见他似有心事 便试探地问道 楚老板这生意做得挺好 我这明目的药水 虽然有用 可也卖不上什么大价钱 你这魁星楼日进斗金 怎还看上我这点小东西了 楚不留道 哎 王妃说笑了 日进斗金实不敢当 魁星楼里物价贵 进价也高 赚得虽多 却也搁不住花费呀 我手底下另有几家药铺 原本每月也能盈余许多 当成周转 然而 京城最近多了家药行 据说是从南方搬迁来的 也不知是谁的手笔 经营奇特 明明有大夫做人 买的却是成药 不光药方稀罕 药效也是显著 关键是价格订得太低了 客人日日渐多 是快将我的生意都挤走了 再这么下去 过几个月 我就要做亏本买卖了 这才想要收几张好方子 也开始转卖一些成药啊 顾尔求到你帮忙 一遇差点就以为 楚不留已知道了那五柳药行 有他掺和 正要试探他 好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想到生意都是方行在打点 每个月的账目也都是卢东 悄悄过去收点 就连店铺里的伙计 都不晓得有他这个东家 不该有半点风声溜出去 他这才放心了许多 面上安慰了楚不留几句 隐约表达了 李太不喜欢 他同奎兴楼交从过密 对他爱莫能助的意思 心里却记下 回头就要寻方行 商量商量个对策 这价钱不能改 可也不好明目张胆地 同皇帝的人抢财路 惹及了奎兴楼 吃亏的 肯定是他们五柳药行 楚不留识相的没再抱怨 又聊了几句 一遇没敢多问半句题外话 生怕牵连到了卢志 一盏茶后 被他送出了雅尖 长孙熙从外面透气回来 一楼买卖已进行了半场 走到香廊下一聊帘子 就听李元昌道 可是回来了 正要派人去寻你 再不来 好东西可是让人挑完了 小姐喝茶 贵坐在李元昌身后的年轻侍女 斟了茶 小心递给他 脸蛋有些焦红未退 因是在暗处 倒也看不清楚 长孙熙不觉得这二人有意 随手捡起了放在桌上的卖品册子 翻了翻 视线落在最后一页上 心思一动 诶 竟是有这个 什么 李元昌凑过来看 见他手指着上头一处 瞄了眼底价和孤价 问 希儿喜欢这个 的确是何意的东西 张孙熙修剪得圆润的手指尖 拨了拨那几个小字 看得李元昌心头痒痒 轻咳了一声 豪爽道 既然喜欢 待会儿本王就买过来送给你 等这趟借了船出海 要多少银子有多少 还差这两万吗 一欲一出门 便听见楼下喧哗声 叫架声 此起彼伏 他边往楼下走 边竖起耳朵来听 目光远远地落在空荡荡 只有一张矮桌的展台上 那桌上放得 看也看不清的一样卖品 让他一时间心跳加速 两步一个台阶地下了楼 八千两 八千五百两 八千六百两 一欲快步回到座位 阿生已从王府赶回来 撩开帘子 侧身迎他入内 茶案上多了一只 齿长的铜木前香 呼出一口气 一欲紧张地看着外头 侧头询问李泰 怎么样 是不是抢家的人很多 嗯 李泰带他坐下 一手拥在他肩头 指着外面几个方向 是来了不少人 林川和承阳都在叫家 孔颖答 雨场间和莫夫人 刚到 应该是听了风声 赶过来的 一份宝物出世 自然几家争相 王爵公主 更不少书法名家 就连红文馆的十八学士 都文风到了四人 快要赶上一年一度的 学士院的派头了 一万五千两 一万五千一百两 随着价格节节攀高 一些人的声音弱下去 一些人却愈发的来劲儿 于是男之子 雨场间加入到了争夺当中 张口便叫出了今晚 头一个估价 两万 两万一百两 作为大儒厚人 孔颖答毫不相让 虽是添了一个零头 却和雨场间这一叫一家 吓退了一半的人去 两万两银 折合成铜钱是二十万 可以买什么 可以在西城挑一间好风水的大宅子 可以风光地置办一套价装 眼见叫破了估价 一遇心里有些耐不住 看看还没准备张嘴的李太 郑寻思是不是要催催他 便听见隔壁传出了一声叫价 两万一千两 看到隔壁坐的是李元昌 同长孙熙 一遇就觉得有点不妙 谁晓得李元昌会不会因为要讨好长孙熙 出手争着剑技指表 他可没忘长孙三小姐是于世男亲收的关门女弟子 见了忠摇真迹 能不动心 两万一千一百两 孔颖答还是加了个零头 他坐在前排席次上 那里灯光通明 一遇能清楚地看见 孔夫子是个六旬上下的老者 背脊直挺 发光贯正 风范不逊于他曾见过 同为十八学士 现在文学馆就职的苏续 孔颖答一开口 场上一半的文人没了风声 足显出对他的尊重 两万五千 这回出生的是孔夫人 曾在吉吉里上同一遇有一面之缘 坐在香郎下头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若非李太指出 一遇真不一定知晓谁是谁 孔夫人开了口 林川和程阳都没了声音 场上的女客几乎都选择了避让 若是可以 一遇也想避过 可是他望着展台上 那薄薄的一本文书 却是怎么也一不开眼 他两世加起来 就这点爱好 不比其他人当成乐子 写字练字 占据他每日闲暇的多半时间 是他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少了十几个声音 场面一下就安静不少 李太的声音 更是清晰地传了出来 三万两 咕咚 一遇喉咙滚动了一下 紧接着窃窃私语声 便从每个角落蔓延开来 是魏王 魏王也出价了 这一下可好啊 该到的都到了 于先生 孔先生 莫夫人 现在 汉王和魏王也都掺了一脚 这剑技直表 是要迈出天价了 前面几位 还好说 这汉王和魏王争着东西是做什么呀 你来晚了 没瞧见 汉王是携了长孙三小姐来的 魏王也是带了王妃到场 该都是冲着这中瑶真迹来的 可不是吗 这三小姐是于大家的亲传弟子 魏王妃的书法是一价难求 半年前 更有卖出过万两的高价 看来今晚汉王同魏王是要薄清一笑了 哼哼哼 有趣有趣 光竞价有什么意思 非得是这样才好看 来来来 咱们下注啊 独独看着花落谁家 输的人今儿晚上做东 包了大家酒席 哎 要我说 是于先生所属无疑了 算我一个 我赌魏王 也算我一个 我压汉王 三万一百两 孔夫子今晚是同一百两杠上了 不管谁出多少价 他都只填这么一个零头 三万一千两 李元昌看了看身边的美人 抖了抖眉毛 难得有此讨好的机会 只能再次加价 一手勾住他腰 这回他却没躲 只沁了笑 朝着隔壁沙漠后 朦胧的人影 瞟了一眼 三万两千两 鱼场间淡定出嫁 我出三万五千两 再有人家 便算是我无缘吧 莫夫人突然从沙漠后面走出来 环顾了全场 几名女客纷纷朝他行礼 男宾也都自觉低了声音 三万五千一百两 孔夫子不会是能说出 为女子与小人南洋也的孔子后人 面对女人半点都不含糊 四万两 好吧 这没有风度的不光是孔夫子一个 一欲盘着膝 扭头瞧了同样淡定喊价的李太一眼 孔夫人摇摇头 竟不再留下观看 领着一对侍女扬长而去了 李太再一次喊出了一个整数 足有片刻的功夫 没人接话 那展台上的麦师不敢怠慢 高声报了一便价位 一欲的心里紧张 总觉得没这么容易到手 往外他一瞄 果见孔颖达和鱼场间坐在了一处 似乎正在商量什么 为王爷出价四万两整 还有哪位客人要添加的 请赶紧 麦师不紧不慢地报了第二便价 一欲暗恼他说话啰嗦 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蹦下去 什么时候宝贝才能到他手里啊 好的不通坏得通 一欲的感应得到了应验 孔鱼二人还没来得及出生 隔壁间又有了动静 昔儿还请出位大人行个方便 这份忠摇真迹 汉王殿下与我准备收来送给家师 做下月八十大寿的贺礼 四万五千两 望诸位海寒 长孙熙走出了沙漠 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注目 他向刚才叫价的几人 彬彬有礼地求了请 孔鱼二人相视一眼 一前一后地坐下 一个是乐得成情 一个不得不给面子 那边人家皆大欢喜了 一欲却是郁闷地想要挠墙 这长孙熙真是会坏事儿 竟拿于世难来晾场子 忒缺得了 这还没完 长孙熙一牛脸又冲向仪玉和李太所在的方向 虚衣了一下 和颜月色道 汐儿知道这是不情之情 请卫王爷也莫要再相争了 卫王妃若当真是喜欢这见计纸表 我日后仔细临摹一份 必当亲自送到府上以表歉意 一欲一下子乐了 什么叫临摹一份给她送去 不是她嫌弃长孙熙的字 看她的魔本 自己还真不如不看 长孙小姐言重了 忠摇真贴 一字难求 诗之交臂也只能说我无缘瞻仰 倒是我对小姐佩服得很 凭我行字书文之人 若得忠摇一书 便是惜之如命也不过如此 可是没有这等当成礼物送人的胸襟呢 一欲言辞恳切 语调谦虚 却让孔颖达和于场间 这些敏感的文人听了微微皱眉 他们是几代相传的书香世家 自然明白这见计纸表的贵重 不是能用钱去衡量的 真拿在手上 想必会同一玉一样 舍不得让出 然却被长孙熙当成了礼物赠送 虽是送得他们敬重之人 可这一笔 也明白地显露出 他非是同道中人 对着明家真迹少了一份敬重 哼 让你亏我的见计纸表 一欲知晓得宝无望 自然不会同长孙熙客气 少不了要拿话损他 但便是这样 也不能让自己好受多少 他兴兴地坐了下来 低头整理了一下脸色 同边上沉默不语的李泰 扯了嘴角笑笑 小声道 算了 叫他们买去 我们不凑这个热闹了 说着话 他又要去灌茶 因手心里冒了汗 提着茶壶滑了一下 就要掉在地上 却被一只大手从旁伸来 连他手背一起将茶壶 稳稳地拖住 五万两 本王今晚清偿 凡有家价每天一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泰